9日上午,孙力发文吐槽邓超,托熟悉的妇科医生给邓超预约了一个全面医生的体检,结果邓超跑到妇科等了半天,说没人理他,网友调侃邓超欢乐喜剧人实锤。 据孙力表示,他托熟悉的妇科医生给邓超预约了一个全科医生的检查,然后因为要忙着拍戏而没法帮老公安排得那么细致, 结果超哥就跑到了妇科那边等了半天,还委屈抱怨没人理他,像极了离开家长的小朋友。 孙力无奈表示,我也是醉了,我说你去妇科可以做什么检查,你自己也不想想。 我说我在拍戏,没法安排你那么细致,但是你有嘴呀,可以问呀,你做什么检查在哪里? 结果超哥说自己不会,娘娘平常应该是把超哥当孩子带,结果不小心帮他宠坏了吧。 网友也调侃邓超是长不大的小孩,纷纷留言称,还没断奶呢。